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发现我们的生命中的潜能 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是平等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哭着从妈妈的肚子里出生的 绝对没有人像说孙悟空从那个石头里崩出来的 所以生是一样的 那死也是一样啊 人生自古谁无死 早或晚而已不可能是不死的 所以这两样生跟死 在世界上的每个人是完全是平等的 那怎么气氛是平缓跟不平缓呢 其实大家都有平缓的一生 可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每个人不见得有不平缓的态度 所以差异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心理 就是凡事感恩啊 每碰上的事情都是要感恩 感恩呢 无形当中的波转 大事情化成小事情 小事情化成没事情 有一位大臣呢 他陪着皇帝去打了 皇帝不小心呢 弄断了一根手指头 这位大臣就告诉皇帝说 你应该感恩 因为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皇帝听了非常的生气 他想说 你今天我受伤了 你不但没有安慰我啊 反而说这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气得就叫人 把他关起来了 那他被关了之后 皇帝又令另外一个大臣 跟他一起去打猎 结果很不幸的 这被十人族 把他们抓去了 而且准备要祭天啊 结果 这位大臣被杀了 那皇帝一内内 少了一根手指头啊 就不符合要祭天的那种条件 就把他放了 皇帝回去之后 就放了那个被关的大臣 大臣告诉他说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我被关了 所以我没有陪你去打猎啊 不然今天呢 祭天呢 可能是我 那你因为断了一根手指头 也才能免起了这一场的灾难 所以感恩 其实要凡事要感恩 冥冥当中 不管是上天仙楼 或者是一切的命运 都是让我们能大数化小 小数化五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能了解的就是 价格跟价值 如果以初始的角度来看 价格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价值呢 就是你得到的满值 其实我们如果更提升的 来就了解它的话 那价值 价格呢 就是我们一生的付出 那价格 价值呢 就是我们呢 这样的一辈子的付出 所产生的效益 所以我们要能懂得 不断地付出 因为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的 付出的越多 那这样子的话 您的德性就越高 事实上 实语有一句 实话这么说的 人生一世间 就如白激过去 要如何地度过这一辈子 那就要看个人对生命的意义 他所体认的 因为一般的人 他都重视了他的物足生活 盲从地追求 荣华富贵 可是却忽略了 精神上 生活它的重要性 当然了 人不可能离开 这个世界上 独自地去生活 不能脱离了现实的生命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 人必须靠着更重要的 更高尚的精神生活 来美化我们的生命 让这个生命产生是永恒的 就像圣前仙 同样是跟我们的子仙 一样了 一辈子的人生 可是 却能让人 不但隔了连带有多元 同样地敬拜他们 所以那样的生命 才是永恒的 就是像道德经里面 所说的 死而不亡 折瘦 就是说他的肉体 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的精神 确实永恒存在 这样的生命 就是永恒的 所以精神生活的本质 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所在 那人 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 就是因为我们有精神 有思想 有感觉 也有行为的能力 要是因为我们有灵魂 有灵魂就是有生命 那灵魂是不生不昧的 所以生命也就是能 绵延不断 只要宇宙存在了一天 人类的生命的光辉 就永远能存在的 那精神生活 是什么呢 就是人 要能是有为的 所以应该要力求 就是上进 那充实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生命 发出我们生命当中的 这个光跟热 用光来照亮别人 用热来温暖别人 只要我们有心去追求 真善美的人生 那就会朝着积极 混花的这个目标 来往前迈进 所以说人生 是以活物为目的的 在一个山坡上 有两棵的离子丝 一棵是果实雷雷 那另外一棵 不但是没有长果实 连事业也都快掉光了 那调皮的小孩子 常常拿着树枝 打着这个结满 里子的离子室 里子室被孩子打得 伤痕累累 那另外那棵离子室就说 你真笨 你结了那么多的里子 所以才被小孩子打得 遍体磷伤 因为小孩子打树 就让离子掉下来 它不用上去栽 所以 听了这样的话 这个结满果实的离子室就说 我虽然是被欺负了 但是明年春天一到 我的支月是茂盛的 但是你不一定能发出这个新鸭 结果隔年的一整年都没有下雨 那这些小朋友来到宿下玩耍的时候 他们只会顺便带水来浇 这一棵会长里子的离子室 那另外一棵不会长的 里子的 里子室就不管它了 结果那一棵就是 因为没有得到水分的灌溉 最后它是孤死了 所以人的一生当中 最要紧的就是要能服务人情 要能知道我为人人 就像观世音菩萨 他贵于公主 但是他不以享乐 不以享福为他的目标 他灵业内是来修行 来度化众生 所以一辈子的辛苦付出 他的精神就永远存在世界上的人